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明 今天重庆是真的有点热 我也是在家里没开空调 看到这个样子非常热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也就是在我们重庆本地的那么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与其他案件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的那个主人公 居然他长期本来应该是办案的 说这个大家就应该懂了吧 这个陈某华是一个52岁的 那么一名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个老人 他是怎么这个事情最后败露的呢 他本来是在当地负责那个什么 与经济案件的盗窃呀 或者说诈骗相关这种案子的那么一个工作人员 结果呢也是在很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在当地认识的很多人 可以说是三教九流的啥都有 当然也是在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工作当中 自己也是通过这个办案认识了那么一 好一些小姑娘 之前这个陈某华认识了一个叫17岁的罗某霄 这么一个女子 这名女子呢是当地的一个中学生 也是在这个罗某霄的那么一个引荐之下 这名这个陈某华认识了一个更加年轻 更加漂亮的那么一个女生叫徐某 在微信交流以后啊 这个陈某华就把这个徐某带回了自己家 最后发生了关系 然后呢给了这个徐某800块钱 这名徐某也是回到家以后啊 也是一不小心就得到了自己家里的那么一个注意 也好像家里没有给你那么多钱嘛 对吧 你这身上突然出现那么多钱 哪来的 现在你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呢就非要逼问他 最后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子嘛 怎么都是经不住自己家长的这个 这个劝说啊 或者说什么惊吓呀 因为自己的那个父母对自己的小孩肯定是最了解的 如果自己的这个小孩子有什么不对劲的话 好那么父母对自己的孩子 有时候吓他一下 非得让他说出这个实情 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说最后这个小女生徐某啊 也是经不住父母的那么一个盘问 最后呢不得已把这个事情全部给说出来了 这个徐某的父母也是经自己小孩那么一说 雷霆大怒啊 马上就到当地的那个110报警了 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这个徐某的那么一个陡落啊 这个事情啊 相当于52岁的这个陈某华 没有人知道 他在人前是那么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 背后居然有那么不堪 最后居然奇葩的还不是这里 还是呢 他也是被当地的那个所里面啊 获得了那么一个15天的 那么一个居留的那么一个处罚 你说他这个事情啊 本来算就算了 你自己呢在里面去 对吧 玩个半个月 出来就完了 但是啊 他居然不服 他还把处罚他的那个 呃 锁 最后给告到了法院 你说告到法院了 最后人家也得根据这个40公里来 让你拜诉啊 对吧 他仍然表示不服 结果呢 又二审上诉 结果呢 二审再次拜诉 你说这样的事情 最后才被发布到这个相关的媒体上来 你说这个事情最后一发布了 你啥都没有了 咋说你好呢 也不知道你这脑子是咋想的啊 我们说出现这样的事情 第一首先 还得说这个陈某华 没有一点职业素养 你在人前呢 是带着个大爷们装正神 长期装这个正人君子装惯了 几十年了 对吧 人家对你啊 都是那个尊敬有加 结果呢 谁知道你背地里啊 真的是一肚子的那个 花花肠子 谁还不知道呢 也是经过这个调查啊 他在背后啊 居然与当地的那种 很多名那种中学女生 发生了那种不正当的交易 你说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首先说明啊 你本来应该是 这个啥 以身作折的这种人 结果呢 你把这一条完全抛到了脑后 完全没有一点职业素养 而且更加无耻的是那个啥 你不但做出了这种 龌龊之事 最后啊 对这个决定还不服 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了 然后第二点 我们就在那说说 这个小女生 这名小女生啊 我也不知道你家境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你个人行为怎么样 你到底是受了一次这个误导 还是说呢 你已经是多次干这种事情了 反正呢 你现在虽然是得了这八百块钱 你可能觉得呢 拿着这几百块钱 能买点吃的 买点玩的对吧 买点用的 可能觉得这钱呢 还有点用 但是啊 如果你真的以后长大了 你就会知道了 你这几百块钱呢 是张钱 你本来不应该得的 在你一个中学生 这么一个年纪来讲啊 按我们这个成年人的 这个认识标准啊 这个中学生呢 你这个心思啊 按道理是纯净的 是干净的 但是呢 你这个心理却提前 被这个浑浊之水啊 带浑了 被这个污浊的这些东西 给侵蚀 完全让人挺想不到的 如果你现在认识不到的话 也许你多年以后 你长大了 你当了妈妈了 那时候你可能就 有深刻的这种认识 这个小孩子 应该呢 还是得走正道 你这个中学这个年龄啊 出现这样的事情 着实不应该 如果你是被非法的 那个强迫 被性侵的 那么好 你该追究别人 就追究别人 结果呢 你居然是被这个 一个同学引荐 推荐给别人 就说那种 介绍卖淫的这种行为 你说这样子的行为 说明了啥 自己的这个心思啊 也是不干净了 非常的值得 批评与批判的 说明了 你这个内心呢 还需要得到这个 教化 需要得到家长啊 以及社会很正面的引导 然后第三 我们猜得来说呢 人的那么一个双重标准 我前两天说那些视频啊 我经常说 我们每个人 不要当道德表 有时候别人出了 那么一档子事 我们得看这个 到底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或者说呢 这个人前 他是那么一个 正人君子形象 这个人背后 还难说 你看我们今天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那样子 人前他带这个 大爷默 你说到哪里 不是受尊敬的呢 结果背后居然 干那么多龌龊之事 你说在其他行业的 这种人员 他也许对这个法律啊 他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很浓到的这种 这种感觉 但是啊 你自己天天是 泡在这个里面的 最后你居然 做出这种事情 我们也只能说啊 你这个底线非常低 还有啊 你这个本质 也是非常卑劣的 那么一个人 不然呢 不然怎么说你好呢 而且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啊 在这个陈某华 与这个罗某肖的 这么一个事情当中 这个罗某肖 居然多次是介绍 这个学校的相关那种 十五六岁的这种女生 像陈某华 以及还有很多的这种成年人 提供的这么一个介绍 卖银服务 你说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 而且是多次 而且最后这个陈某华 居然还找了个 堂而皇之的理由 就说 我是为了办理那个 其他的这种 相关的正常工作需要 说实话 你这个就让人感觉 有点特别要 要要要这个了 好了朋友们 关于这样的事情啊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 留言讨论一下 也希望大家帮我长按点赞 那个超级赞 好的谢谢大家